瓦邦,一个位于缅甸边界的歌剧武装,也为其内部多使用汉语,制度也多效仿我国,所以它也经常被称为缅甸小中华,但让人奇怪的是,这个缅甸小中华的瓦邦,却被分为了南北两个部分,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按照官方统计,有缅族、可伦族、胆族和克钦族等135个民族,其中缅族约占总人口的65%,1948年缅甸独立后,全国分为七个省、七个邦和联邦区,缅族占多数的省级行政区成为省,为中央指管,少数民族聚聚的省级行政区成为邦, 拥有较大程度的自治权,甚至有的邦还拥有军队,一定程度上成了国中之国,而由于缅甸东北部和中国接壤,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原王朝对这里实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导致缅甸现在不少民族都和中国有渊源,出现了很多跨国民族,其中有瓦族、利素族等,其中,瓦族在中国的人口约43万,在缅甸的人口超过60万, 缅甸瓦族人将其聚居地区称为瓦邦,当地官方语言为汉语的西南官话,法定货币为人民币,连学校教材都是使用人教版的书,也为和中国有极高的相似度,因此被称为缅甸小中华, 但仔细看地图就会发现,瓦邦由南北两块地区组成,被移分为二,中间不相连,而且瓦邦这个邦并不是官方七邦之一,而是隶属于七邦中的善邦,缅甸官方将其称为善邦第二特区,善邦第一特区为果敢地区, 瓦族却认为自治区和善邦是平行关系,一直向缅甸中央政府申请将其升级为与善邦同级别的一级行政区,缅甸面积约67.7万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40位,属大型国家之列,其形状宛如一颗钻石,又像一个道游自行, 北部的野人山,东部的善邦高原和西部的那家丘陵,若开山脉,将中部和南部的伊洛瓦底江冲击平原,细心的呵护起来,缅甸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域, 就是中部和南部肥沃的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海泉意义重大的马来半岛的突出部,这些地区分布着缅甸的七个省,是缅族人聚聚的地方, 而缅甸的七个邦,即克钦邦,克叶邦,克伦邦,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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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则分别聚聚着七个缅甸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克钦族,克叶族,克叶族,克伦族,钦族,钦族,其他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 则主要混居在七个邦中,占据了最好的地盘,从事农业耕种的缅族人显然发展出比山区少数民族更加发达的文明和更加强大的实力, 这也使得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能够守住地盘并开展对外扩展, 然而实力最强的缅族其实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 而是基于北方的古枪人中叫做白狼枪的一支发展而来, 自有史记载以来,自然条件最好的伊洛瓦底将中下游平原为彪人所控制, 于公元七世纪建立彪国,到中国唐代时,跳国国事达到极胜, 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彪国专条, 七世纪中叶,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白狼枪被松赞干部领导的吐蕃所灭, 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其中一支盐伊洛瓦底将南迁到了金缅甸中部, 长期以来,中国西南地区和中缅边境的山区都处于秦汉等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外, 当地的大民族不断兼并小民族,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国家, 秦汉时期为埃劳国,唐朝为南兆国, 均为太族人的祖先建立的国家, 范围包括瓦族人聚居的阿瓦山区, 公元832年,标国被南兆国所灭, 百狼枪趁机收边周边标人, 在不断扩张中与标人, 蒙人逐渐融合形成免族, 并牢牢占据了伊洛瓦底江下游最肥沃的土地。 公元849年, 在很好自然条件基础上发展壮大的缅族人建立了蒲甘王朝, 1057年, 国王阿努律陀从平原地区向周边山区扩张, 不断收复周边的小民族, 形成了缅族人为主体, 周边小民族称臣纳贡的统一形式, 在缅甸东北方的南兆国先是臣服于唐朝, 后又因长期与中原王朝唐朝战争, 国力日趋衰弱, 吕负重, 国浩须, 公元902年, 全臣篡位, 南兆正式灭亡, 失势的太族人开始南迁西系, 在伊洛瓦底江, 怒江流域地区建立太族政权。 公元13世纪, 蒙古人突然崛起, 席卷欧亚大陆, 太族政权被蒙古大军占领, 元朝击败大理国, 正式将云贵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云南正式被中原王朝指管, 但在云南和缅甸边境少数民族众多边远地区, 则实行吐司制度, 大量太族再一次南迁西进, 逐步向中南半岛及南亚次大陆迁徙, 其中迁徙到梅南和流域的太族人逐步强大起来, 瓦族由于较为弱小, 人口也少, 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太族这样的大民族一起发展和迁徙, 元、明两代、 太、 太族地区先后进入了封建领主之社会, 中原王朝在这里设置的吐司管理制度, 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治理关系, 吐司类似于独立的地方政府, 由于瓦族人聚居的地区属于太, 太族世袭土官封地的一部分, 加上缅甸长期以来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因此滇免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也未签订边界条约。 十四世纪, 太族人乌通王实现了对太人各政权的统一, 顶都阿与陀耶, 史称阿与陀耶王国, 阿与陀耶王国的疆域曾覆盖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 十六世纪, 缅甸的东域王朝强大起来, 在国王莽瑞体领导下统一了缅甸, 开始挑战中南半岛太族国家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一时期, 缅族人和太族人的政权都是中南半岛上的强大势力, 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 缅族人和太族人之间为兼并土地, 掠夺劳动力和取得中南半岛政治经济优势, 断断续续交手近三百年, 泰国总体处于劣势, 强大的缅甸东域王朝曾一度在泰国建立起傀儡政权, 将泰国变成了自己的附庸, 此后泰国趁缅甸内乱开展反击, 双方实力此消彼长, 谁也无法真正控制谁, 双方国力逐渐变得均衡, 大规模冲突也就逐渐演变为局部的边境冲突, 十八世纪后期, 英法两国在南亚、 东南亚地区争夺殖民地, 1858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法国不甘心丧失在这个地区的特权, 而从越南入侵中南半岛, 英国既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为了阻止法国独占中南半岛, 开始从印度入侵中南半岛, 1885年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缅台三百年的世纪大战宣告结束, 英法两国在中南半岛激烈争夺, 但是又不想爆发战争, 而泰国正好位于英法殖民地之间, 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缓冲地带, 1896年, 英法达成利益妥协, 简洁使得泰国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 当然, 这个独立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泰国不仅放弃了对柬埔寨老挝的占领, 还于1893年被迫同法国签订, 鲜罗条约将湄公河东岸的老挝领土划给法国, 并向法国赔款三百万法郎, 泰国还同意将亲戚胆族人的地盘划入英属缅甸, 1947年, 在缅甸北部的善邦宾龙镇上, 缅族、 胆族、 克亲族和亲族领导人一起签署了宾龙协议, 为了一起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 表示同意建立统一的缅甸联邦, 成立一个拥有自己主权的独立国家, 而少数民族可以拥有自治权, 1948年缅甸独立, 胆族人正式归入缅甸, 最终形成了泰国和缅甸现如今的边界, 由于缅甸政府实行大小民族杂居的政策, 把一些小民族加入到大民族聚聚的区域, 所以一个邦内, 除了主体少数民族, 还有很多小民族, 善邦是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一个邦, 与中国云南接壤, 面积为16.18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800多万人, 胆族人口占60%, 瓦族、 果敢族、 李肃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占40%, 无论从地势还是流域上看, 善邦都与缅族聚聚区明显分隔, 主体民族胆族与太族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 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 所以胆族人对太族人十分亲近, 善邦里的瓦族、 果敢族都和中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使得善邦成为一个十分特殊的邦, 境内诸侯歌剧, 有果敢、 瓦邦、 蒙拉等名义上归属善邦, 但其是高度自制的政治军事实体, 号称善邦、 斯特区、 瓦邦正是纳入缅甸版图, 和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有关, 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后, 原本中缅的宗藩关系被打破, 如何划分滇缅边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但由于清朝积贫积弱, 在和英国的谈判中屡次吃亏, 在民国时期, 1935年中英两国刊定中缅之间的国界, 但仍有一部分悬而未决, 后因抗日战争爆发, 两国未能召会解决, 1941年, 英国借中国抗战处境艰难, 迫使中国在瓦族人聚居区划定对其有利的边界线, 将已经明确归属中国的部分区域, 和未明确归属的部分区域划归英属缅甸, 1947年, 缅甸宪法将此区域纳入缅甸领土, 此后这块区域曾一度被国民党残部控制, 1968年, 缅甸共产党在瓦族人的聚集区创建了中部军区, 逐步形成了现今的北部瓦邦地区, 在缅甸的官方行政区划里, 瓦邦地区属于善邦, 瓦邦分为一南一北两块地区, 北瓦位于中缅边境, 人口约40余万, 南瓦位于缅泰, 缅老边境, 人口约26万, 原先瓦族只拥有北瓦地区, 1948年缅甸独立后, 国内依然战乱不断, 为躲避战乱, 大量的瓦族人从现在的北瓦地区开始迁徙到当时极少有人居住, 也没有政府管理的缅泰边境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南瓦地区, 尽管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北部瓦邦与南部缅泰边境地区的瓦族武装组织之间, 还是保持着联系, 北瓦与南瓦地区并不相连, 中间隔着善邦第四特区和政府军控制区, 由于瓦邦首辅邦康位于北部地区, 因此南瓦地区成为瓦邦的一块飞地, 之后, 昆沙集团崛起, 控制了南部缅泰边境地区, 并实行统治, 胆族人昆沙出生于缅甸善邦, 既是大毒枭, 也是缅甸军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昆沙控制了长达四百公里的泰缅边界线, 缅甸善邦东部与泰国清迈, 青睐, 野风宋三府接壤的狭长地带都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1993年12月, 昆沙公开宣布成立善邦共和国, 自任总统, 并在泰国清来府的满星碟设立大本营, 建立起独立于缅甸中央政府之外的独立王国, 此后, 缅甸政府加紧了对昆沙的围剿, 由于缅甸独立后, 不少邦都高度自治, 保留了军事实力, 其中瓦邦联合军兵力最多, 实力最强, 总兵力约四万人, 另有民兵约六万人, 鉴于昆沙控制区域居住着很多瓦族人, 缅政府邀请强大的瓦邦联合军派兵参与作战, 经过数年的战争, 1996年, 昆沙集团终于被剿灭, 瓦邦联合军向南控制了原属于昆沙集团的位于太缅边境的一片区域, 1999年, 出于对瓦邦联合军的报答, 缅甸政府将这片区域正式划给瓦族自治去, 自此, 瓦邦拥有了一南一北两块地区, 北瓦作为瓦邦的经济, 政治中心是整个瓦邦的核心地带, 而南瓦拥有金三角地带肥沃的土地, 成为瓦邦重要的农业中心, 瓦邦由于和中国关系亲近, 在治理制度, 治理结构上演习了中国很多好的做法, 有相对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路线, 此外, 瓦邦领导团体以瓦族人为主, 目标具有一致性, 同时又有拉乎族, 汉族等少数族群人士, 通过政治协商等制度将少数族群团结起来, 起到一定的监督制衡作用, 2008年, 缅甸新宪法通过后, 军政府把瓦邦地区整合为善邦下属的瓦族自治区, 遭到瓦邦联合军的强烈抵制, 2010年缅甸大选期间, 瓦邦联合军禁止政府在辖区内举行大选, 2011年9月, 瓦邦联合军与缅甸新政府谈判成功, 达成和平初步协议, 瓦邦成为名义上的善邦第二特区, 实质上的独立王国, 原为善邦第一特区的果敢地方武装, 已于2009年被缅甸政府改编, 并于2011年正式更名为缅甸善邦北部果敢自治区, 瓦邦与中国云南边境地区政府和人民来往密切, 外事活动频繁, 两地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 在缅甸里, 瓦邦与其他地区相比, 社会环境较为稳定。